民众在屋内拍下了影片中 看到这名男子由前方的包包里 拿出东西握在手上 目击的民众指控那就是铁钉 有人拿手机追出去搜证 汽车男子累计开流 而这名男子就被目击的民众指控 常在小港的沿海汉民路口一带撒铁钉 今年三月锦铭就合力在这里的路面 捡到了不少铁钉 都是这种三公分长的铁钉 害人怀疑这名男子和在白沙屯 妈祖出巡时沿路乱撒铁钉的是同一人 而警方也在30号下午1点半多 接到民众报案指有人沿路丢铁钉 尽管赶到巡查并没有发现铁钉 也没有发现有人丢铁钉 而这种行为不止违反交通法规 可以处1200元到2400元的罚还 同时还涉及了刑案 警方除了会加强沿海路段的巡逻之外 也提醒用路人如果发现 对交通的破坏行为要赶快报警 东森新闻在高雄综合报道